這樣講我真的壓力有夠大 全隊的希望好像現在就在我身上 今天想要順便來測試一下勇組點二技能的效益如何 因為我前幾天 不知道是我自己手機顯示的問題 還是二技能真的有BUG 就是那個勇的二技能明明框框都沒有 就沒有在我旁邊 但是那個劍羽一直從我頭上一直灑 這個人我的天 我跟你講那個安奈特 剛剛那個牛我給他100分 太扯了 他剛剛那個已經超越頭文字第一牛 如果在現實生活中 他這樣走路 他的腰已經閃到 太扯了 他這個反應很好耶 我不是在催他 沒有我就是在催他 那我們前面呢 先穩定發育就行 因為畢竟 對面那個納克羅斯支援能力還蠻強的 而且有一隻安奈特 他們打線能力也會蠻好的 所以我們先前期穩定發育就可以了 我們這裡吃一下冰 然後旁邊很明顯 有一個在公園練直線7秒的地方哥哥 我們就穩定發育就好了 然後讓地方哥哥 一直站在我們的右邊 這個就是你輔助要記得的 一直站在你今天射手的右邊 通常敵人不會從左邊的草叢出來 因為畢竟這個遊戲 其實說真的 戰爭迷霧這個東西 還沒有完整開啟 所以基本上你是可以很容易拉地圖 然後我就看到 基本上上方的那個草叢 左邊那個草叢 你都是可以看到 但是右邊就說 就很難說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搶這個魔龍 隊友靠了過來 我們利用這個被動來去點一下對面 看看有沒有橘 沒橘的話 OK 沒橘 沒橘我們就先吃個 我想說我先洗個冰好 因為其實永洗冰 你就利用被動 然後這樣子一次串三隻 其實你超級無敵快的 因為畢竟龍這種東西就是純粹 所以看你制裁到底準不準 50%的東西 我們現在來準備來看 這時候一直在心裡小小的 搶到 水 我們這裡準備一個記得便當 成功帶走地方之後 然後就直接賣隊友了 準備要逃跑了 但是這時候 我突然想起閃電牆的那句話 看看今天這個勇強不強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 我跟你講我已經變得跟流氓一樣 我現在已經不管我自己的死 不管我自己的死活了 我就是要直接硬上 我們再準點個被動 就像血跟牙籤一樣 但是瑞叢人永不懼怕 好準備再測一個大決 嗯 好沒事 奈特死定囉 我們就慢慢的把它 噗 我真的 我真的佩服這個安奈特 吸得很好耶 他那個看起來 不像是可以吸到我的樣子 就會哇這裡 哇 然後我們這裡很明顯的 提醒各位小朋友 你千萬不要隨便去公園 不然有時候就 你好死不死遇到那個 在公園練車的地方 哥哥哇 你怎麼死人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原本想要點那個上塔 但是我一直在偷看 就是一直在拉地圖 看那一隻 納克到底在哪裡 然後現在很明顯 他在吃這個紅 我決定來去亂小他一下 看看有沒有大決直接搶到 結果 很可惜 差了一刀 那我們這裡 算了 搶不到 想不到他這個 他應該是下去吃他的籃了 那我們就 把小野怪搶 沒有耶 他籃在身上耶 所以他這裡要去哪 他應該 等等會去吃紅 吧 應該會去吃紅 那我們就準備往上靠 看一下 沒錯他紅區還在 要看一下隊友要不要吃 因為畢竟你自己 你永一個人衝進去也是蠻危險的 現在隊友要有一個集合燈號 我這時候呢 一直在偷看隊友 看看有沒有局 沒局我們就不去 有局 我們再去 就是有人頭我們再過去 那如果今天沒有要打架的話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們就趕快先點一下這個 小兵然後人 你就大絕隨便亂射 OK我們這個 哇這個安奈特沒死 也是騎 哇 我真心覺得這個安奈特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這個牌位的人 這個 安奈特 死了 黃金教他 他還是死了 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變得 只會 你知道嗎 只會往前的勇 你有沒有看過 直接往前 我們現在就是 跟他坦克咧 一直這樣射 一直這樣射 而且我現在出了電刀 基本上任何一個人 只要被我跟到 他就是跑不掉了 不推不推不推 我們先幫地方哥哥 當年這樣幫助我 這樣不行 我一定要幫你喔 我們這裡準備 我們不能 不能這樣笑人家 我跟你講 那個艾倫如果也是在 現在是中文中 他的脖子應該也扭斷了吧 他這 極神 我想他應該是設定錯了 設到那個 應該是設到百分比了 應該 他沒有用這個什麼 就是用拉的 我猜啦 他應該是設到百分比 之類的 OK 我們現在呢 出裝怎麼那麼奇怪啊 這個 完了 我忘記改出裝 這個安奈特 訂到喔 他這個 死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 大絕扣著 結果完全不需要我 他好像交了大絕 還是交了 還是交了順 如果你要這裡有一個迷路的長法辣妹 我們就直接把他射死 OK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中塔給點掉了 其實我自己一直心 我雖然 人在上路 但是我心一直在中路 你知道嗎 我一直在想說 欸什麼時候可以點這個中塔 那現在這個納克有沒有教學 納克這時候很明顯就是往下走 所以他代表他 會在上路 我才怪喔 對方有難 我們那個隨緣劍 隨便亂射 可以成功帶走嗎 結果 原來我是死到 納克羅斯 好可惜 但是這個 這個安奈特 這個就不對了吧 欸 哇 這個安奈特 我真的不喜歡隨便亂吹人 但是他真的不錯 他不是說真的 他真的不錯 他剛剛那個 他是有想法的 你知道嗎 有想法的安奈特 我喜歡 我記得 我記得台服高端有一個 有一個也是數字人 他的安奈特也是 也是蠻扯的 就是他可以各種吸 然後各種打 嗯 有他的感覺 你知道嗎 這個人有他的影子 我的天 我們現在呢 集結隊友先吃這個 凱撒 因為 我覺得 我的凱撒放得還挺不錯的 那記得 凱撒這個東西 如果你今天是射手 先不要打他 你就是等隊友先點一下 不然那個凱撒會先 揍那個 點你 點他第一下的那個人 我們龍放下路 然後呢 我們其他人走上路 讓夜叉去做分擔 你看看 我就一直逼他們過來 他們一定要過來 不 安奈特就想做 他到底想幹嘛這個人 我跟你講 這安奈特死定了 欸你們沒有人認識這個安奈特 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這隻安奈特 你現在在看這部影片 你聽好了 你來加我好友 哈哈哈 我跟你講我們兩個搭配起來 一定超猛的 我太喜歡這個人了 你知道嗎 微操也好 大絕也放得好 吸也是吸的 我不要不要 我喜歡 我們兩個配起來 我跟你講 我們絕配 我們絕配 記得來加我好友 這個人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像講一講 然後完全不需要我們 我們這裡先停手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就直接成功帶走 現在我的傷害已經 變得超級無力誇張 因為我已經滿裝了 那基本上隨便亂射 就是直接一顆人頭 現在配動 有沒有看到 他可不可以 手機的跟他吉隆那一粉紅 我們現在點塔 欸等一下 我有個不錯的想法 這裡 哈哈哈哈 欸無二一無二一 我那個只是 純心 對就是在想 沒有啦就是 開心的 開心的 哇這樣 對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本期影片就到此為止 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呢 在後面還有個概率開場 我們繼續給他看下去 哈囉各位 我今天呢來做個開箱文 因為最近呢 不是 我廣告打很兇 然後 看一大堆人在開箱嗎 Seven出了一個什麼 風味的涼麵 跟那個 炒飯 炒飯我還沒有吃 但是我今天去買了那個 涼麵 欸說真的 涼麵79元 這個價格 我看到的時候我嚇一跳 因為 台北跟新北 說真的有蠻多好吃 又便宜的涼麵 而且他的 那個風味的那個涼麵 Seven麥的那個涼麵呢 他不是 麻醬 我喜歡那種麻醬 然後味道又夠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就 他就不是麻醬 他是 有點 日本的那種 那種 醬油 就是比較清淡的那種醬油 然後加一點點 應該是有醋之類的東西吧 就是 對吃起來就 痠口痠口 但是跟我心目中的 跟我以前喜歡吃的涼麵 就差的有點遠 而且他 他79塊 然後 回家吃第一口的時候 那時候 摳拉吃第一口 他就跟我說 普通 然後我那時候 我就吃 我就吃 還真的普通 你知道 真的是 不難吃 但是他就是 OK 涼麵 然後普通 真的就是普通 因為說真的 他79塊 我原本還很期待 他就說 我想說這個麵應該很Q健 然後什麼挖勾的 就吃下去 喔 喔 喔 OK 對 所以今天就是分享這個 喔 我還買了一個那個啦 黑松沙士不是最近出了一個那個冰棒嗎 很奇怪 我說真的 我不會去買它 我買了 我買回來吃之後 然後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他不應該來去挑戰這個做冰棒的東西 難怪那個架上也是一大堆那個黑松沙士的冰棒 就是 真的很奇怪 他那個 因為他想要做那個氣泡感嘛 他中間是用那個跳跳躺 我覺得 很怪 你知道嗎 那冰棒裡面加跳跳躺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不行 這個應該改一下 然後今天這個 一樣不是業配 如果是業配的話 我們應該會隨便亂吹 我應該說 這個風味涼麵 這個Q健 這個手打麵 我想起了 在宜蘭的阿嬤 才怪 真的就是普通啦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要花那個錢 我會寧願 騎車 然後去 就是 買那些 有店面的那種涼麵 那個才35塊 然後再加個湯 Oh my god 好爽 就是一個set 但是這個就 就 可能晚上 餓的時候 然後店都沒有開 你可能會去阿 對了 可能 也許吧 常常會不會看到這個 然後就來擠我 應該不會吧 我就是 純心發表我自己的 我這個也算開箱文好不好 只是我 我純粹就是 個人的感受 對 以上言論呢 僅代表我個人的感受 那本影片就到此為止 最後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我的 各樣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